台北市长的选情 所以大家更认为 黄珊珊副市长就是你未来台北市长的接班人 那最近 媒体也开始做台北市长的民调 但是非常特别的是 不是只有做黄珊珊副市长或者蒋万安吴一农 而把现在的最红的阿中部长陈时中 也做尽了 市长现在可以不用看了 也做尽了这个市长的一个民调 而且民调高居第一位 所以市长 你对于陈时中副市长 陈时中部长 现在被拱或者是媒体非常看好 他可能投入台北市长的选举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现在在防疫期间 大家都不会谈这个 这个我觉得那个 现在讲这个都是政治不正确 你觉得 由于现在柯文哲几乎都让副市长黄珊珊在第一线 甚至还担任北市疫情总指挥 接班议员能后 因此其实不止王宏威 前一天的持续 民进党议员王世坚以及林世忠 也同样问到柯文哲对于陈时中 如果出来挑战台北市长的话 他怎么看 不过柯文哲对于这些问题 统统很低调 没有正面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